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IP Python必备的包管理器 对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Python的包管理器 PIP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好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PIP为Python的开发提供第三方库的管理 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用Python这门语言 来开发咱们项目的时候 咱们仅仅用Python自己提供的默认库是不够的 对不对 咱们需要很多第三方的库 那么PIP就为咱们来管理第三方的库 安装 卸载 维护都可以 其实像PIP这种类似的管理工具 还有很多 比如说Node.js的NPM 比如说Young 比如说GM 比如说Pub 对吧 GM是Ruby的 Pub是DAT语言的 各种语言都有相应的包管理器 今天咱们就学习一下PIP 好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官网 这是官网的网址 咱们访问一下 叫做PIP PIP 试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PIP的官网 咱们从官网上能搜索到的包 都可以通过PIP软件进行安装 比如说 咱们在这地方 咱们搜索现在比较流行的人工智能的 高度学习的工具探测Flow 咱们试一下 搜索 可能能搜到我们 对不对 相应的工程包都出来 然后比如说咱们选择探测Flow 点击之后 这地方怎么安装 PIP install TensorFlow 进行安装 然后这些包的一些描述 都在这个地方 包括主页都有 这个就是它的PIP的官网 咱们通过这个网站 可以搜索咱们想要安装的包 然后进行安装 OK 咱们回到我的课件 好 那么 PIP这个软件怎么安装 是这样 它可以随咱们Python的安装包 一起安装 也就是说 咱们从Python的官网 下载Python的安装包之后 PIP的这个包管理器也一同安装进来 OK 安装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基本的使用方法 怎么使用 这是今天的重点 首先 咱们开一个倒数窗口 没有问题吧 在这个地方 咱们先敲上 PIP-V 看一下我现在安装的 PIP这个软件的版本号 试一下 Go 出来了 大家请看 安装目录 以及安装的版本号 是19.1.1 Python是3.7的版本 其实正确的说 应该是3.7.3 咱们看一下我Python的版本 3.7.3 这些是最新的版本 是到今天为止的最新版本 OK 咱们看完了PIP的版本 接下来 我想看一下 我本地全局区 都安装了哪些个Python的包 怎么用 用PIP空格 例子进行观看 试一下 Go 出来了吧 这是我本地全局区所安装的包 都在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 OK 再接下来 比如说 我想安装一个新的包 怎么安装 用PIP空格 Install 再加上咱们的包名称 我看看 我本地没有安装南排 那咱们就用这个命令 安装一个南排试试 南排咱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科学计算的一个基础包 它用于这个数组的计算 好 咱们试一下 直接回车 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还没有南排吧 我看一下 没有南排 南排的话 应该包不是很大 所以说应该很快才对 正在安装 是这样 今后有时间的话 像这种科技计算的基础库 都会给你讲到 比如说Pandas 是吧 没有问题 然后TensorFlow 刚才跟您说了 包括很多科技计算 包括这个SLN 很多 好 咱们装完之后 嫌少叙 直接再敲一个PIP空格list 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安装上 这地方 大家请看 安装上了吧 然后最新的版本是1.16.3 没问题 OK 接下来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这个也是用PIP install 但是后面跟一个-U 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 如果 比如说南排吧 咱们装过了 咱们安装完 现在是1.16.3 对吧 然后南排官网 出了1.16.4的时候 怎么办 咱们通过这个install 是不能够安装上的 为什么 咱们已经 因为咱们已经安装 咱们应该是要安装且更新 更新的时候怎么做 会运用到这个 PIP install-U 然后再跟上这个包名 就可以对本地 已安装过的包进行更新 OK 这个记住 好 咱们再往下 卸载 怎么卸载 这个很简单 Install是安装 安install就是卸载 咱们试一下 比如说南排刚装了吧 咱再把它卸掉 稍等 拷贝过来 然后敲上南排 一回撤 是不是卸载 肯定是 卸载成功 然后 PIP list 大家请看 卸载了吧 这个包又能安装 又能卸载 非常的方便 好 接下来 包检索 刚才咱们是通过这个地方 检索包 南排 对吧 会出来了 对吧 这个是服务器检索 其实咱们通过这个PIP命令 也可以进行服务器检索 怎么检索 PIP search 试一下 清规一下屏 PIP search 比如说咱们还检索南排 可以吧 那么国内南排 以及衍生包 会有很多 这从服务器端检索出来 咱们看看 咱们那个要装的南排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就是 这是刚刚咱们装南排 咱们还装 比如说南排 Cloud 这还可以做云端 南排的实用程序等等 都可以 包括这个 大家请看 南排小乌龟 都有 不过这个版本才0.1 一看就是测试用的 这不管了 OK 咱们通过这个 PIP search命令 能够从服务器检索 去检索咱们所需要的包 以及其他的相关包 都可以 接下来 这个命令非常常用 叫做PIP phrase 它这个叫PIP phrase 冻结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把当前 咱们已安装的包 进行输出 包括版本号 试一下 CRS清空 PIP 空格 phrase 冻结 其实就是输出 输出什么 输出 我当前安装了哪些个包 包括这些个包 所安装的版本号 一并输出 没有问题吧 为什么 因为咱们可以通过 这个输出的信息 再进行别的虚拟区域的安装 都可以 这个我给您做过一个视频 叫做这个 Virtual ENV 这个是Python的虚拟机 或者说虚拟环境 或者说项目的 一个维护管理工具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我讲到的这个 phrase 这些个 requestment的使用方法 包的导出与导入 OK 好 这个地方就不再详述了 接下来 Pip 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看咱们本地安装包的详细的信息 试一下 清空 Pip 列出本地包 然后用 Pip 空格 show show谁 比如说 我就show这个 PyTest 可以吧 看一下他的这个包的信息 一回撤 大家请看 我现在安装的 叫做Python Test 然后版本号 主题描述 Homepage 主页 作者 然后联系方式 版权 我安装的位置 以及他依赖的包 都列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详细 对不对 非常的好啊 通过Pip show 进行观看 接下来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Pip 这个包 也是归Pip 这个包 对他本身经营管理 那么咱们Pip 本身想升级的时候 该怎么做 用Pip install 然后剪剪 upgrade Pip 进行升级 就可以了 比如说 咱们现在Pip 用的版本 应该是 我看一下 多少钱 还真忘了 19 19.1.1 比如说 以后有一天 出到20 或者说 19.1.2 的时候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进行安装 就可以了 OK 最后咱们再看一下 Pip里面 其他的命令 该怎么看 我给您介绍的 仅仅是一部分 对不对 其他命令都有什么 咱们看一下 用-help 进行观看 有这么多命令 有兴趣朋友 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OK 以上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关于Python的包裹链器 Pip 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包括P站 供您下载观看 让我的代码呢 也会放到开源中国 有兴趣朋友 可以去参照一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